汪峰得了冠军,节目组的顺水推舟太高明了。 昨天,歌手如期播出,Jesse J音并没能来参加,不过,这次来了个厉害的踢馆歌手,那就是霍尊了,这首红颜洁真真是让人觉得惊艳了,戏枪更是让人打吃一惊,太厉害了。 不过,要说到本场最大的赢家,那就是汪峰了。 从参加比赛以来,汪峰始终没有获得第一名,这让不少网友揪了心,大家不免担忧,这样怎么拿冠军呢? 前几期,汪峰都在尝试一些小众的音乐,或者好玩的音乐,给了大家很多惊喜。 当然,很多时候惊喜和名次还是不成正比的。 这次,汪峰选了这首再也没有,这首歌感觉更像汪峰以前唱过的歌的风格,既有古式的婉转,又有撕心裂肺的怒吼,听着他唱这首歌,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汪峰。 实际上,他也没能让我们失望,这确实是典型的汪峰风格。 这期他的歌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过瘾,特别有爆发力,现场特别然。 网友表示,太厉害了,是时候展现真正的自己了。 自从汪峰来到歌手,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彻底改变,以前只认为他是那个夸聊梦想的好声音的导师,现在才发现他的才华和眼光是那么的独一无二。 由于JesseJ的暂时退出,节目组也因此调整了赛制。 上一场的比赛结果清零,如果下一场JesseJ来到现场,那么这一场他的成绩就是零,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他要被淘汰了,因为他只有一场的成绩,不得不说,这确实很不公平。 不过,很多人心里有了数,从这个比赛一开始,大家心里都明白,杰石姐注定不能拿冠军。 在前几期他接连拿冠军之后,节目组应该是慌了,然后各种找猛将,如今正好杰石姐病了,节目组这样也是顺水推舟了。 这个节目棒到现在,已经陷入了瓶颈期,没有之前几季那么火,有什么疲劳的原因,也有节目组的原因,作为观众的我们,唯一能做的只是好好听歌了,至于其他的,都不纯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